歡迎收看《令世界覆卓的陰謀》有我Victor 小花 小花,你好嗎? 不是那麼好,病了 為甚麼病呢?是否看新聞看得太穀氣,病了? 那穀氣是當然的,對於身體來說,我們早前公司就變了人間煉獄 因為我們沒有冷氣,維持了幾天,真是死人 那麼糟糕? 空氣流通不了,因為在觀塘來說很平風 難怪看你的樣子都很屈滿 那屈滿就因為新聞,病就因為冷氣 內屈內屈吧? 有太多負面的訊息 有時候不是故意這麼負面,不要看著,看開心 也有些事情是好笑的,因為有很多二次創作 但你見到某些人說話,廢話到一個點,想配合下去 很生氣的,很生氣的 我其實也是看了幾天,兩天到 看Facebook已經覺得,原來全部被人洗版 然後就好像陰雲不散那樣 已經五六七天了,兩個星期就離開 都還要繼續循環下去,你明白嗎? 還有我覺得原來做某些官職很簡單 出來都會說幾句話,又什麼都不用 好像,為什麼這麼容易? 以前就覺得,譬如你去診所看醫生 抹大口,伸一條舌 OK,沒事,傷風拿藥 那你會覺得醫生很容易做 我覺得原來高官還容易做 我有這樣說,我個人比較公道 你不喜歡他,都數一下他的優點 我唯一能夠說他們的優點就是非常之忠心 那對的,你沒錯的,真的很忠心的 也有優點的,但不是對我們 當然啦,作為一個高官,或者整個問責團隊 我覺得,你說香港政治 現在是完全是需要去釐清一下 究竟你們擺哪些 哪一個持份者先行呢? 不要說先行,你只有一個排位 我們認識的,書本上都說的 一個政府要向人民負責任 我很希望這一刻他們能夠重視這個項目 還有我覺得是需要去回顧一下 一些歷史上發生的大事 究竟中間有沒有可能給到一些啟示呢? 沒錯 我覺得不只我們要看 是麻煩各位讀了這麼多書的觀看 我又覺得一樣東西 就是一隻手牌不響 但我在說這些節目的時候 都是一個持平的角色 你明白嗎?我們完全沒有政治的性格 對的,Victor很持平的 但我絕對不是,說明事 你是不是也很沒關係 你這麼熱血或者冷血都沒有問題 我們社會充滿不同的人 不同的聲音,我們都尊重的 對 包容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 我今晚又想說一些踩界的事情 這一刻是踩界的 遲些可能不能說的 那是,今天不知道下個月的事 我今晚的題目比較踩界 可能過了十年之後 就覺得,Victor夠膽在節目中 公開平台上說這些事情 不,現在這件事 在維基也有看 雖然維基也說可以說的 但中間上高的資訊 都夠你至少了解到這件事 大概是怎樣的 我想再一步說 其實我們正在經歷現在的社會 變遷得非常快 據我了解這個近代史 你知道我們不靠北面的大國 那麼我們是 近這幾年 這十年是變得最快的 無論是政制上 快的 決策上 總之是 即是他很Modernized 似乎是一個新的計劃 都不好意思 今晚我奇劫了 這個復出的陰謀 去說回 我在NW 應該要說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題目 我跟小花甲 會比較理性一點 還有立體一點 還有我覺得我們今晚想說的 除非他本身是讀歷史 我想年輕一點 都未必 他可能在課本上都會認識到 了解到 但是再好深 要有興趣才會看下去的東西 但是我認為 以我以前年輕人這樣算 我對歷史是沒有興趣 不會刻意看 但是你從中 譬如今集資料看的時候 我發覺原來 Victor說這件事有些意思 和我們今時今日感受的東西 是有一點異曲同工 可以這樣說嗎 我其實想 用一個導引的方式 就是叫做 我不知道 你不要叫我去分黑與白 給你黑與白又怎樣 其實那套神劇 TBB大概十年八載前 有套神劇 他講得真不錯 哪一套 我有沒有看過 一定有看的 那套 什麼天與地 吃人的那個 對 這個比喻一流 就是家明有沒有被人吃到 即是經常說一班朋友出來 就說家明被人吃了 被朋友吃了 即是你經常在死角當中 大家轉了牛角尖 即是沒有辦法商量了 對不對 即是你明白嗎 即是家明 即是你吃了家明 即是沒有吃家明 或者你眼巴巴不夠 家明看著他被另一班人吃了 但大家都是在一個憤怒的狀態 你明白嗎 走不了出去 所以就說整套戲很隱瞞 即是有點像很隱瞞的我們 我那時候沒有看完 因為我知道他本身是不知道 跟哪一個故事再拍出來 所以我對於這樣翻拍 那時候《三色頭》我已經沒有怎麼看 你知不知道其實《七奇異》 他當時去主筆 去撿整個故事他編出來的 那他想說些什麼訊息 這套是被譽為近十年的神劇 有些Hitter Message 我記得是聽過 近十年的TVB出的神劇 暫於我這個盲的都看得出 即是你一旦不看TVB 都知道他想說什麼 這套算是這樣的 夠膽在這個CCTVB裡面播放 而又過了所有電檢 甚至乎對這個北面都看得到 現在他過的東西很方便 他說什麼就什麼 我先說一些具體的東西 今晚我想導引你 去加一點聯想力 去想一下 揣插一下Victor究竟想說什麼 我有些白位說得很白 有些不黑不白的 我就說得不湯不水 不過聰明的你 要靠你轉數去答夠 那我就說回近年的中國 你在微博、搜尋、互聯網 你經常有很多東西 被判斷了 你找不到一些不該找的資訊 這個政府就是特定 提供一些信息 是剪裁過、修剪過 是適合人民去觀賞的 才會被你瀏覽得到 但是他的新聞在外國媒體上說的 從來都沒有在任何通訊 去監控你們 監控還監控 這是分別的 監控我檢控你做什麼 但是我提供一件事 我監控我提供所有東西 是適合你觀賞的 記住那個分別 這個是爸爸要做給兒子的角色 我幫你想好才是你選的 我不是要管著你 你錯了 我真的要管著你 我真的要管著你 你很有自由的 不過你自由外於是你選擇的 但是如果你選擇了一些不該管的東西 我可以打你 我聽到有個字出來 我可以打 打救你 打到救了 你明白那個角度已經是神級了 整個政權是神級了去管理 很難不是這樣做 因為整個中國都有十幾億人口 你說十幾億人 真是一口口水浸死你 所以你明白 方向性來說 他為了管理 你當是一種力量 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讀過Math 如果你管理力量 Vector就是同一個方向 全部的力量 才是最大的力量 但是如果你十幾億人 大家都不同一個方向 是散的 沒錯 那就沒有了 大家的心一散就是散 那我就不是挑戰管理問題 但是管理問題 管理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那麼前瞻 對不對 很多科技都是 不要說白如黑 總之科技上 以世界為遮鏡 又去月球後面 現在什麼鬼都有 我覺得黑科技 很厲害 人樣變色 你不需要要求那部攝錄 有多高的解像刀 但是它可以調查到你 只要你在那部鏡頭前面飄過 它可以計算到你知道你是誰 有時候現在 譬如Facebook那些都有 有人鋪了照片 你看回自己的帳戶 你會看到 要不要再記錄自己 然後你會看到 原來這張照片有人鋪了出來 會看到這些 而北方的技術 相傳也是更加厲害 他們直接掃一掃 已經可以知道你在哪裡 找到你的行蹤之類 是啊 其實怎麼說 現在智能手機普及 也有很多隨身的功能 例如GPS定位 或者你不打開也好 它有辦法知道你在哪裡 因為你的手機的發射台 會暴露你的行蹤 這些是很基本的 這些叫做 Tracking 那怎麼說呢 當然 你又不是罪犯 我們說到有些逃犯條例 大家很不舒服 當然 你的觀點與角度 你明白活在長城的裡面之內 必須要用他們那套思想去思考 它在保護你的安全 那是 它也有需要知道你是誰 以及你在哪裡 對嗎 這件事已經合理化了 有說 國內公安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古天樂那一套 古天樂說是販毒的 早幾五六年前而已 名字不記得 古天樂我只記得絕世好bra 不說那些 沒有意思就是說 其中電影裡面 有一個橋段 就是說古天樂是因為香港人來的 他就販毒上去大陸 結果整幫人就被 好像處決式槍決 跟一些很勁抽的公安 有一點印象 Anyway 我想帶出就是 當時已經有過 Tracking那一件事 就是Surveillance 在公路上 都佈滿了CCDV的天眼 他就可以全國去追蹤 那些什麼車架牌的行蹤 諸如此類 現在周圍有閉路電視 隨便店舖出面也有 是啊 現在其實就是 叫做什麼 你說大人忍於市 躲在市裡 都忍不住了 所以呢 經常說要捉誰 捉誰 找什麼證據 其實我覺得很容易 那究竟 你想想捉這個人 或者去暴露什麼證據 就是 今次今日 大家都有人 都有一個鏡頭在手 我又不覺得要 依靠這件事 我講到好像有些 逃犯條例 我們很明顯這些 平民百姓 就不是一些 政權要捉的人 政權捉的人 當然很多 例如有些貪污的高官 要打他落馬 諸如此類 我能夠揣測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現在 為什麼中國的CCTV這麼進步 一來技術 因為製造業的強角 以及深圳這麼高的科技 在裏面醞釀著 他們只是抄回新加坡 在90年代那一套 當年新加坡號稱 全球布滿CCTV 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有多密集呢 它密集到 你現在去都是一樣的 你是幾乎 見不到新加坡 有警察在路 在一個光天快日之下 你不會見到一個警察 其實我去到新加坡幾次 我真的見不到一個 是在走必的警察 會不會穿了便衣 他只是不展示的 你又說這些 問而已 是我的問題 他展示不展示 你都見不到 我真的見不到 新加坡有警察 但問題是 他管理 他不需要放警察在街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保留所有人的行蹤 那是Tina 是啊 Sk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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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誇張的 香港 新加坡 大陸 大陸 大陸就好像是 中國大陸 沒錯 大陸現在是 大城市 或者鄉鎮的保安 全部都經常 已經有了 你問每個人都知道 而且那個容貌變色 是不需要 不單止變色你的容貌 就算他用一些很低清的鏡頭 他會實時量度 你的體型體格 你不會太騙的 譬如你的鎖骨多長 和你的身體比例多長 他已經輸入電腦 變成性也走不掉 變成性 你穿了另一個人 男版女裝也走不掉 一定知道是你 弄成了容有沒有機會 都不行 為什麼呢 你的骨架也沒辦法弄過 除非你的手腳全部換掉 很大工程 看來要換了一個人生 那我想你相信要飛去新疆 對 很危險 說這些很危險 你不是這樣的 這是我來的 我們還未進入今天的題 今天的題是 講來講去講不到為什麼 因為不能說的 現在在講 不能說的秘密 有些什麼在中國大陸不能說呢 大家基本上會想起兩個數字 其實四個數字 六個數字 嚴格來的可以這麼說 其實六四事件 剛剛說的那件事 六四在大陸真的不能提出 其實在這一集內 我會詳細說過 恩友 不僅是六四文魂 我夠膽在這裡說 一個持平態度 我不敢說 不是告訴你 是對是錯 也不是慫恿下一代 究竟你要記住 還是要忘記他 但我記得 有些像《七奇異》的說法 就是說 吃了家明 那怎麼辦呢 你很黯然地一輩子 去回復這件事 無限地回復 又給你帶來一個什麼看法呢 其實那一套劇 就是醞釀的氣氛 就是告訴你 人應該怎樣去做 對於這些 沒有那麼污點 所以就說 無論如何 我說回那套劇 我不是在說任何事情 先戴頭盔 但那套劇 非常灰 其實謝斯曼當年 那個Rock友 很希望他繼續在台上唱歌 奈何呢 他每次唱歌 就想起家明被人吃了 其實也挺慘 也挺慘的 以我角色的定位 如果我是謝斯曼 每次唱歌 哎呀我要兒子被人吃了 是啊 不是被其他女兒搶了 真的被人吃了 上雪山又為什麼說 整隊樂隊 無緣無故上珠穆羅馬風 去登山 結果呢 中間就有雪崩 總之就 天氣不好惡劣 斷水斷糧 沒有辦法之下 瘋癲狀態之下 就把家明吃了 只是傳聞而已 沒有人看到也沒有人知道 當中有人在幫兇 就說謊 吃那個也不出聲 看到發生的事 又很內疚 有很多不同很複雜的心情 很人性 但是實在把人性 再移上一個層面 其實很多地方和國家做很多事情 其實都差不多 對呀 你說這個角度 其實我們是不是很拘離 曾幾何時發生過一宗血案呢 對呀 家明死了 既然都死了 可以怎樣呢 有時候人是需要 move on 即是 你不要 你究竟是對與錯 其實我覺得是 那套戲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繼續拘離 你會帶來沒有任何好處 我假裝蛇屎萬 問他 那是不是就是 要忘記家明呢 現在 那家明死了 我想怎樣 拜一下都可以吧 對呀 不呀 你無限相感 就是無限相感 我悼念都是一個告別式 告別式 完了就應該 move on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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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從中去找 中間究竟 什麼事呢 這件事 為什麼導致發生呢 怎樣可以防止它不發生呢 諸如此類 我又不想說 吐一套戲太多 我只是想告訴你 其實呢 這些是關於人的 energy 你那些能量 我剛才說幾個人 有一對樂隊友 四分五裂 就因為家明被人認識了 就算他二十年之後重聚 都是抹不開污點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大家周旋下去又如何呢 亦都沒有再發展下去 吐一套戲就好死 最後都是這樣完結的 但是你明白 如果你寫故事 你是不是希望大家有些生氣 應該要 move on 其實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很簡單的東西 你有沒有見過 那些小狗 沒有了一隻手 沒有了一隻腳 他仍然可以跳跳跳 彈彈彈活躍地繼續生存下去 我覺得其實 其實最基本的 那個態度 是應該要 move on 對嗎 至少你現在 起碼要帶些 正面一點的訊息出來 你又不要看我這麼偉大 我只是基本的 因為隻狗肚子餓 要開飯 要 move on 所以 繼續彈彈彈彈 都要吃東西 OK 好像很賤人 但解釋了所有事情 OK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你也知道 我們這些 我忍不住笑 都是要先戴下頭盔 沒有 在最後其實 都是要將能量 究竟這些人去怎樣 其實他們可以重組 他的惡隊 當作沒事發生過 但是 偏偏人性來說 就真的有一個沉重的打擊 在這裡 我覺得人性這件事 尤其是 加上你無限傷感 無限記憶 會轉了一個死角 還有一個牛角尖 裡面 永遠都解不了 這個是危險 其實 所有事情 有人做得出來 做那個 就一定有他的原因 才去做 不是啦 其實今晚我不是想 帶那個信息 去無限的 蝸牛越轉越深 越轉越入那個位 轉那個牛角尖 那個位 我是想把牛角尖 退出來 去看完整件事 OK 整件事比 當時 那個日子裡面發生的事 OK 發生的事 那群人已經死了 OK 我說再白一點又如何 死了 OK 但是帶不來任何的事情 但是 有一件事 原來他帶在周邊 整個世界 就是因為那一刻而燃點起來 你不要說不危險 那究竟是什麼事來的呢 我要Part 2和Part 3才講 那介紹一下這個節目 我們是一個陰謀論節目 收費節目 現在暫時還有抵抗 就是88元3個月 那就可以看最新的集數 還有看回以前的集數 我們到今天應該有八多集 我記得有八多集 如果大家訂閱了 可以搜尋一下 你喜歡看的題目去講 八多集 當然有些好看 八百元底 其實我真的喜歡講覆卓陰謀 或者李森信的陰謀 為什麼呢 這個題目太廣了 我根本有些很興趣的東西可以放進去 當然 換回一些觀點 換回一些不同的思維 去立體一點看這件事 對 其實在最後 是訓練人的獨立思考 對 對 那第二節回來 我們再看看 Witter會說什麼秘密 給大家聽聽 你沒話說的 哈哈哈哈